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那就去承担该负该负的责任吧 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你对未婚先遇是什么看法 不太能接受吧 那你觉得你为啥不能接受呢 因为没必要啊 没有必要未婚先遇嘛 克制一点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无法理解 就是 我愿意了 我觉得未婚先遇的话 看双方吧 如果女孩子太喜欢对方的话 应该会有这种状况发现 但是如果不喜欢的话 应该不会有 那应该也就是她想问什么吧 你也会那么当真啊 当真没 会感到难过吗 我随我说的话 应该很明显吧 她会当真的话 应该她也是挺想问的 我觉得到时候还是会讲的 所以就不如就分了 看情况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她的话 肯定低个头也没什么的嘛 对不对 先去跟她解释吧 如果她不相信的话 那你要分的话 那就分呗 怎么解释呢 打电话跟她说吧 说跟你开玩笑或者是干嘛 那如果她后面如果接得当真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我给你解释过了 那你不听我的 我也没办法 看下她态度吧 然后看能不能稍微哄一下这个样子 怎么哄 看一下撒娇可不可以吧 你觉得撒娇有用吗 一般情况下是有用的吧 你想听我说心里话吗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按倒 然后就跟我来一番不可描述的事 然后就好了 但我看来所有事 通常都是可以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就可以解决的 如果做一次解决不了 那就做两次 两次解决不了就三次 结婚后愿意用自己的彩礼钱买卡 不愿意 为什么呢 彩礼钱反正应该是 要不给家里 要不就自己用的吧 我会想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自己跟他分担吗 他如果没有房子 那还要他的彩礼干什么 可以 为什么 因为彩礼钱就父母给我的嘛 肯定是为了我更好嘛 那我要是用来买房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可以考虑啊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就说这种事情只要两个人沟通好了 其实并没有什么的 日子只要过得好 其他都不是问题 问题都是用来解决的嘛 愿意的 愿意的 你怎么说 都是 都是 我们两个人的呀 无所谓的 你怎么说彩礼钱是给女朋友的吗 可是我爱她所以我愿意啊 可以平摊吧 可以平摊 可以 我觉得 彩礼钱都是一样的 他自然也要那个买房也要花自己钱 我肯定 我觉得在一起 不用觉得那个谁付出多一点 谁付出少一点 你怎么还没找到男朋友 你怎么还没找到男朋友 什么说 因为一直都没有找到男朋友 对 那还有其他的吗 就问我考研啊什么的 这种事情 因为今年年底就要考研了 然后问这个问题就会 感觉增加我的压力 就是不能太过分了 过分了我就不想理 哪有算过分呢 比较偏污一点什么的 反正 心情好的话 偏污一点我都挺好 心情不好 就问我什么都很反感 你家做什么的呀 我为什么讨厌这个啊 就感觉很八卦 你家做什么 关你什么事啊 就那种啊 聊天我很讨厌那种 情商比较低的人 我很讨厌那种 一上来就要照片的 这个很讨厌 他为什么一公大就要照片 我觉得男孩子太看脸了 可能觉得你长得还行 就聊下去 长得不行 就直接趴死掉 还下一个死掉 真是很讨厌这样 对 你在干嘛 你在哪 或者你在干嘛 就是那种问题 就是一般你要知道 小姐姐和你聊天 如果她真的喜欢你 你这种问题她就会给你打的 但是她如果很久都不理你 你一直都问你你在干嘛 像我个人 我就很不想回答这种问题 或者什么 然后一直纠缠你 一直问你这种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很无聊 还有那种就是 你可能和她不是很熟 她通过你别人朋友圈夹的你 然后她就问你 有没有正常一点照片呀 还有最过分的那种 就是她问你 有没有素颜照 这种我觉得就很过分 多多少少都带 特别隐私的东西 过分 因为我觉得这个会给男方的负担很大吧 我们家里面的人有一个亲戚要结婚 女方要孩子跟女方性 然后还要彩礼 就没有接车 那有点过分吧 因为她有个孩子 能找到一个人跟她结婚就不错了 她是二婚呀 然后她要这么多钱就是为了抚养孩子呀 过分 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感情破裂了 如果你再结婚肯定也是冲着感情去的吧 你还要彩礼 我觉得应该情感放在第一位吧 有些事情不要太去刻意去追求什么 该属于你的会来 不属于你的要不到 过分 就才以前多啊 我觉得怎么说呢 本身就是已经离了婚了 还带着一个小孩 我感觉大多数都会觉得过分吧 我觉得不过分啊 因为我觉得离了婚 虽然说是二婚吧 但是我觉得女孩子再把自己嫁出去 肯定是信任这个人了 所以说我觉得三十多元在收钱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又不是只给三十多元给她 自己要回嫁妆啊 所以也是一样的呀 要看什么礼物嘛 花这些可以收的 贵重的这些我觉得没必要收 为什么 她是明星啊她也不缺那点钱是吧 看她送不送 别人要送我东西我肯定收的 但是明星她消费就经经那一块 不缺那种东西啊 那你买都买了人家不收不浪费钱吗 所以说你觉得是应该收的还是 你送的话就会 我觉得就应该就会收 因为本来收礼物也是一份心意的事情嘛 可以收也可以不收 粉丝愿意送那你也没办法呀 那明星所以可以收 但是像特别贵重的那些礼物 我觉得就可以不用收了 就觉得那些有心意的可以收一下 对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是粉丝自己愿意送的话 应该可以收吧 因为这是一份心意嘛 对啊 很贵的那也应该收嘛 我觉得 这个应该自己粉丝自己量力而为吧 你自己如果经济条件不好的话 你就送一个一般的礼物 就没有必要太好 送一个心意嘛 这当的可以收一下 但是太贵的就算了吧 为什么是这么觉得 有的礼物 比如说是自己手做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小卡片 我觉得这些代表心意的东西 还是可以收一下 但是老是收那些 就成百上签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就不太好 那你觉得像粉丝们送这种礼物 是因为他们不理智呢 还是因为他们真的想给偶像好的东西啊 我觉得可能都有吧 就不能说是一杆子打翻译船人嘛 就肯定有的粉丝他经济条件有道的话 他就是认为明星就是应该有这样的生活条件 他就会去做这些事情 但有的人呢 就是会形成攀比嘛 有人就会想说 我要送贵的东西才是表现我对他的好 然后就会 不计自己经济条件的代价 就去买那种特别贵的东西 但我觉得那种太贵重的东西 还是不要收了 就收那种小卡片呀 然后那种小数的花 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三千五多多吗 要看在哪个城市吧 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才五六百块钱一个月啊 因为女的吧 女的来说吃的话 其实食堂还是比较便宜的吧 我觉得一个月最多最多一千块钱 最多最多 不会吗 这么贵啊 我吃的比较少 我有时候晚上吃饭不吃的 挺多的 嗯 因为我生活费一个月两千吧 觉得还可以 就天天出来玩什么的也够 你应该给这么多啊 你应该 我觉得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 给这么多也是可以的 还是得看家庭条件 挺多的吧 因为你像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可能有时候连三天我都叫不到 这样子 那你觉得应该给他们这么多钱吗 如果说就是家庭条件很好的话 就给他这么多钱也不存在乱花的问题 因为可能他平时的生活水平就是这样的 如果在南昌的话挺多的 我那时候才两千多块钱 三千多块钱如果放在线上应该还过得蛮好的 大学生 女生可能要多一点 男生多一点 因为要打扮啊 开销会大一点 女生有男的就会有男的付钱啊 如果是男生 顶多就是上网套吧 要养女朋友啊 对啊 那花更多钱 也是 挺多的吧 人家一个月工资才三千 因为我一两千就够了 父母挣钱辛苦了 那你吃饭多吃了 两千多太多了 够了 就吃饭你再喜欢吃了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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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喝一れた 感谢观看